hello大家好 我是会护肤 跟会保养的事儿逼大人 今天我们来测吹风机 关于吹风机 厂商吹的可谓是天花乱坠 无非就是小风扇 加几圈电视圈 竟然从几十块卖到几千块不等 不过不管身价多少 大家最最基本的两大诉求就是 素肝和不伤发 这次大人吃巨资 买来全网爆吹的9款吹风机 从59.9的平民飞客 到319的狼人戴森 咱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有没有吃得快 又不伤发的吹风机 再便宜点那就更好了 吹风机能不能速干 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风速 而风速又是由马达转速来决定的 同等时间里 马达转得越快 风也就越快越强劲 所以和各大网红一碰面 大人就先看了说明书详情 戴森吹风机中的苏炳天 马达转速是普通吹风机的5倍 高速马达高速吹风机 名不虚传了 松下人鱼机 松下小白白 速式直白小米 转速都在2万左右 菲利普康夫 菲科则无数据支撑 所以单从风力强劲上来看 加封戴森为无冕之王 无可厚非 但宣传好不能实际体验好 日常生活用又能有多大差距呢 为此大人又入了一个风力测速仪 想先来看看各品牌的实际风速 果然大家可以看到 戴森风速最快 并且超了第二名快一个身位 康夫位列第二 和其后的菲利普松下差距不大 而倒数的小米松下人鱼机就有点 尤其是人鱼机 这么好看的造型 这么贵的价格 不会真这么拉胯吧 咱们还是再看看实际吹风效果吧 这次当然用同等大小的假发片来实验 浸上等量的水 然后用吹风机开始吹 用假发片重量回复到原始重量 作为完全干透的指示点 看哪家用时最短 大家可以看出 戴森的速干程度依然最快 其次是康夫和松下人鱼机 不分伯仲 嘿嘿人鱼机终于有点 千元贵价品的样子了 实际体验 吹干最慢的则是小米 直白和松下小白白 如果是单纯求快 其实89.9的康夫性价比最高 速干只是第一轮测试 对于我们仙女来说 速干可绝对不是挑选吹风机的唯一要求 头发主要是由毛干和毛囊两部分组成 毛干又可以分为毛小皮 皮质和水质三层 当头发受到染烫 则外线 热处理等损伤时 头发最外层的毛鳞片 首先受到影响 出现卷翘甚至脱落 导致头发外层毛擦系数增大 毛躁 干枯 卷曲 然后就可以参加 倚天屠龙记 谢逊的海选了 所以对于日常大量使用吹风机的我们来说 木伤发的吹风机才更值得入手 但是综合查到资料发现 减少吹发损伤的较好干燥温度是40度到50度 尽管各大吹风机低温键 高温键 冷热循环键层出不穷 试图让大家把温控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事实究竟是不是如他们所说 咱们还得测一测 还是同等大小的真发片 这次我们将每款吹风机调至恒温档 以10厘米的距离吹上3分钟 看看被各款吹风机洗礼过的头发会有多烫 木伤发现 温度这块拿捏的最好的是直白 其次的戴森飞利浦也算合理 超过60度的就稍有点高了 但最离谱的还是康夫 中档就80多度也太烧脑了吧 虽然吹得挺快 但是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烫到头皮 在直观对比下吹后效果 戴森 缩散人鱼机和素饰 则是即使效果最柔顺的 比较明显就是 没有头发相互排斥到毛躁的静电现象 而康夫 飞科 头发吹完确实毛躁 这次当然算用恒温挡来做的测试 但如果单纯就为追求不伤发 那肯定是冷风挡是最优的选择 股膊不也是真的酸 吹风机背部的安全设计也同能重要 不然吹风机来个背部狂吸 那可真就一整个大物语事件了 好在各大网红都在尾部做了安全处理 除了康夫和飞科 不仅没有封死 还很轻易就能碰掉尾部外壳 而且螺旋桨和尾部风壳间 没有多余安全网 不仅不安全 也很容易吸附灰尘杂物减少使用期限 在这些细节上不太行 根据各项排名 大家不难发现 在素肝且不伤发这两点上 狼人戴森做的实在靠谱 不过这价格也是格外好看 这个价格做到这个程度 说句理所应当不为过吧 直白的温控表现让人惊喜 在不伤发方面还是挺让人放心 而素肝程度杠杠的 松下人鱼机和康夫 在温控方面做的并不出色 尤其是康夫 真不太适合居家使用 专业的工具就交给更为专业的托尼老师吧 小米和素氏菲利普 在素肝和不伤发上 没能保持好平衡 要么素肝不突出 要么在不伤发上不太行 飞科表现中规中矩 将近500的松下小白白 功能没那么齐全 素肝性能也未见多么出彩 对头发防护也略微普通 大家可根据自身需求 选择合适自己的吹风机 本期测评就到这里 记得一键三连哦 咱们下期再见